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 旧约以赛亚书43章的第16节到21节 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开来看 如果没有我们可以看PowerPoint 我们一起起立用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语 请 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 在大水中开路 使车辆 马匹 军兵 勇士都出来 一同躺下 不再起来 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生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 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 因我使旷野有水 使沙漠有河 好赐给我的百姓 我的选民喝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 好述说我的美德 我们来祷告 亲爱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每一个主日 都是你荣耀同在的主日 主啊 求你的圣灵 自由地运行在我们的心中 主啊 把我们心中 所有的杂草 荆棘 全然地烧毁 让你的道可以栽种在 我们的心中 求真理的灵运行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 明白进入你的真理 所以让你的能力的灵 也运行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明白进入你的真理之后 让我们有能力活出你的话语 见证你的荣耀 主我们感谢你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阿们 请坐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叫做进入现在的心事 进入现在的心事 很重要 除了我们跨到七月 开始要进入筹备 灵粮七十的堂庆之外 今天的信息不只是针对这个 而是要针对圣灵 在2024年 他要做的新的工作 新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用这个题目 跟大家一起来思想 进入现在的心事 那美国知名先知 Chuck Pierce 他在2024年的预言里面 特别有讲一句话 叫做 new is now 那这句话呢 我有时候想了半天 就不知道怎么样跟 now is new 做一个区隔 new is now的中文很简单 新的就是现在 now is new 是新 new就是 now is new 是现在就是新的 所以你们能不能分辨 这两个不同的地方 有一阵子呢 我是没办法分辨 后来有人告诉我说 可以这样分辨 我觉得讲得有道理 所以我就是要把 Chuck Pierce所说的 new is now的意思 要讲清楚 好 那我们来看 new is now 这句话 他特别是 关注于 新的事物 他在当前的 这一个时刻出现 就是说 当前这个时刻 譬如我们在这里 当前这个时刻 有新的事物出现 那这个新的事物是什么呢 是新的趋势 或者新的技术 或者是新的变革 发生在当前的 这一个时刻 他着重点 是在新的事物 那他包含了 新的趋势 新的技术 新的变革 那now is new呢 他强调的是 当下这一刻的 本身的新颖 跟独特 就是当下这个时刻 譬如在我们中间 当下这个时刻 忽然发生了一件 新颖跟独特的事情 那这个叫做 now is new 那为什么要先 做一个说明 因为呢 我今天讲的是 new is now 不是讲now is new 所以一定要先说明 那为了测试 大家有没有理解 我所说的 我用出三个考题 让你们可以 练习一下 看你们 有没有明白 我的意思 好 这个是在 今年的5月12日 出现在 西雅图天空的极光 那这是 很少见的 因为极光 大多数是出现在 比较靠近北极 譬如说阿拉斯加 比较容易看到极光 在美国的西雅图 比较低的维度 是比较看不到 那现在他看见了 请问这是new is now 或者now is new 你们中间答案分析 这个是什么 now is new 这是当下那一个时刻 发生了什么 新颖跟独特的事情 对不对 因为请问 一般住在美国 西雅图人 看得到极光吗 看不到 奇怪 今年怎么看到 原来是太阳的黑子活动 加强 所以送出来的太阳风里面 有这个高能量的粒子 就会被地球的磁场所吸引 就撞击了高通的氧气跟氮气 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激光 那普通这种都是发生在 纬度比较高的地方 不会发生在纬度比较低 比较低的地方看不到 譬如台湾是看不到 但是这一次居然西雅图看到了 表示真的是now is new 对西雅图的居民来讲 这是一个崭新的独特的经验 好 再来看一个 这个黄仁勋旋风 在台湾 NVIDIA的会答的执行长 这个黄仁勋 他都很认识 他在台大演讲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题目 叫做 开启产业革命的全新时代 请问这个讲题是 new is now 或者now is new new is now 你们太棒了 一百分 真的 为什么 它是一个新的趋势 是新的技术 或新的变革正在发生 对不对 所以你们说得很好 所以黄仁勋说什么 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new computing age is starting 意思说 新的运算的一个时代 已经开始启动 所以呢 AI人工智慧 再加上新的运算 已经提升到很高的一个运算的速度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新的产业革命会出现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 new is now 好 再来第三个好题 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 你们都很熟悉 请问是now is new 还是new is now 不敢讲了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你们两种讲法都对 它同时是new is now 也是now is new 为什么我这样讲 好 从now is new来讲 请问圣经的历史里面 有没有哪一个时代 是120个门徒 被圣灵浇灌 头上都有一把火 请问在圣经整本圣经面 有没有在别的地方有出现过 除了在 初代教育的五旬节那个时候出现 有没有 没有 所以它是一个 当下在那个时刻 是一个新颖 而且是独特的一个事件 同不同意 可以 同意 那就是它的意思是什么 now is new 可是当圣灵浇灌来之后 它整个使徒行传就开展 所以使徒行传就称为 圣灵行传 换句话说 耶稣复活升天之后 祂的门徒就进入 被圣灵浇灌所引导的 圣灵的时代 new holy spirit age is starting 对不对 是不是 就好像黄伦鑫讲的 新的产业革命正在启动开始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圣灵的水流 就从初代教育的五旬节 一直到现在 请问圣灵的水流有没有停止 没有 而且是在耶稣再来之前 会更大的充满 浇灌在祂的教会 跟这个世界 好像以西节 先知所看到的 从怀子骨到膝盖 到腰 然后到哪里 胸部 意思说 圣灵的工作 会越来越深地 做工在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远地 会做工在世界的地极 为了预备 耶稣的再来 这就是我们看到 五旬节圣灵浇灌 同时是 Now is new 也是 New is now 我们何等的有福 活在这个圣灵的时代 所以我说 2024年 我们说到 New is now的时候 表示圣灵 要在台北粮堂 还有在全球的教会 都要做成 祂崭新独特的工作 而且要形成一个 圣灵的浪潮 要席卷全球 迎接主的再来 我们今天要从 两个角度来思想 如何进入 现在的心事 第一 就是要突破 过往的射线 突破过往的射线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今天的经文 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 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 古时的事 那什么是从前的事呢 就是 以色列人 出埃及 过红海的事情 为什么 是这样说 因为今天的经文很清楚 对不对 神在今天的经文说 过红海的事 就是我使 埃及的车辆 马匹 军兵 勇士 都全部被 红海吞没 好像熄灭的灯火 那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但主说 你们不要纪念 也不要思想 这比较特别的吩咐 对不对 不过 这就是当时 确实 以赛亚 他所说的是 讲这件事情 所以这代表什么 为什么神要我们 不要纪念 不要思想 以前过红海的事情呢 到底神的用意 是什么 我们要思想一下 我觉得神的用意 是这样子 过去的事件 可以教导我们 宝贵的功课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从我们 过往的这些事情 学到宝贵的功课 但是神在提醒 以色列人说 你们不要一直活在 过去出埃及 过红海的 那个记忆的里面 以至于你们拦阻了 或者限制了我 现在要行的心事 因为神所预备的 总是更大的事情 所以耶稣要离开门徒 他们跟门徒说什么 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 意思说神总是期待 更大的事情发生 所以过去出埃及 过红海是很大的事 但是还有更大的事情 要发生 他在过去曾经 启示他自己 那么他会继续的 启示他自己 而且启示的更丰富 阿们吗 阿们 对不对 所以我相信 这就是我们知道 为什么神 吩咐以色列人 不要纪念 不要思想以前的事 好 那这样讲起来的话 那我们要看什么 我们要看的是 过往的事 对我们的影响 那过往事呢 常常会限制 约束 或者制约我们 使我们无法经历神 现在要带领我们 进入的新的事情 这个限制 约束 跟制约 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成长的过程 都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过去的事情 会成为我们的约束 限制跟制约 就好像 我跟你们提过的 一只小象 它在成长的过程 它被一根 很细的绳子 绑在一个柱子上 然后呢 它就一天到晚 就绕着这个柱子 在走 对不对 转来转去 还是这个柱子 可是有一天 它长大 成为大象的时候 它还是被一根 很细的绳子绑住 它还是继续地 绕着这个柱子 在走 意思说 它没有办法 突破它过往的设限 它以为 这一个很细的绳子 就是它的命定 它就是必须 绕着柱子走 它就没有想到说 它其实一用力 就会把那个柱子 拔起来 这个那么细的绳子 哪有办法困住它 可是它完全没有 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它已经被制约 这样了解 同样的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过往的设限 哪四方面 会让我们被制约 或受到限制 让我们不能经历神的心事 第一个 伤害 我们从小到大 或多或少 都会受到伤害 不论是从家人来 或从老师 同学 同事 难免 因为这是一个 被罪 所影响 挟制的时代 所以难免都会发生 这种伤害的事情 但是呢 你会发现 神不要我们 被过去的伤害 所制约 所以未曾机制的 这样的一个伤害 我们一定要处理 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 非常看重 医治 释放 因为未曾医治的 过往伤害 会使人 活在苦毒 所形成的 错误信念 和谎言中 以至于 我们没有办法 进入神 现在要带领 我们进入的 新的事情 这个我们中间 有很多人的见证 都是讲到这个 如果他 还是活在 过去的伤害 没有得意志 他大概现在 还是在原地踏步 没有办法 享受在基督里的 丰富的生命 那第二个呢 就是经验 经验 不管是好的经验 坏的经验 成功的经验 失败的经验 都会制约我们 让我们无法 经历神的心事 我们看圣经里面 最典型的 就是呢 渔夫 彼得 他整晚劳力 没有捕到半条鱼 早上 耶稣居然叫他 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捕鱼 那这件事情 对彼得是 超过他的经验 甚至觉得 木匠耶稣 乱发命令 不懂得 捕鱼 是要在晚上 才能够捕到鱼 白天 鱼都跑到 比较深的地方 根本捕不到鱼 耶稣 你怎么会发这个命令 你说 这个经验 你是设限 所以他们 就其实不想要 开到水深之处 可是彼得很好 他说 但依从你的话语 我就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捕鱼 没有想到 居然捕到 两网 满满的鱼群 跌破眼镜 对不对 所以他真的是 被耶稣吓了一跳 这就是我们 大家都知道的经验 对不对 第三个就是传统 传统也会设限 让我们无法经历神的心事 所以你会发现 耶稣说 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不要把新的酒 装在旧的皮带 因为新的酒会有 发酵会产生气体 就会把旧的皮带撑破 然后皮带破了 新的酒也漏掉了 造成两种的损失 所以他说 要把新酒 装在新皮带里面 两者就保存了 那耶稣在讲什么 耶稣在讲犹太教里面的 一些传统 不管是进食的传统 或者是安息日的传统 或者是饭前洗手 洗杯子的这些传统 那这些呢 就是犹太教 他们很多这样的传统 但是耶稣说 新酒 要装在新皮带 也就是说 耶稣来了 这件事情 代表了新的时代的开启 圣灵的工作 要带领我们 脱离这些 遗文的限制 所以新酒 要装在新皮带 那这是当时的情景 意思是说 我们知道 传统有好有坏 当然好的传统 我们要保存 坏的传统 我们就要修正 或者不要 但是呢 从神要行的心事来讲 就是传统的好坏 在于它是承载 或者拦阻神 要行的心事 如果台北洋堂 七十周年的堂庆 我们数算神 过去很多的恩典 那么这是很好的事情 对不对 可是过去神 给我们的恩典 跟传统是好的 如果不能够承载神 在七十年之后 要行的心事 那这些好的传统 就变成不好了 因为它拦阻了神 它现在要做的心事 比如说 这个传统诗歌 跟敬拜赞美的 这个诗歌的一些增长 那我在台北洋堂 已经四十几年 那从以前到现在 我看台北洋堂 成长的过程 看得比你们 更多 更多的了解 那所以你会发现 以前周牧师 他做主任牧师的时候 那个传统诗歌为主 那他想要带入一些 敬拜赞美的诗歌的时候 其实当时是 很多时候有反对的声音 周牧师说 当时要在台上 弹吉他 或者是要打鼓 都是不被允许的 意思说这些乐器 是不能登大雅之堂 只有钢琴 小提琴 大气琴 这些教响乐团的这些 OK 所以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 周牧师就感觉到 好像不太容易 但是感谢主 圣灵的工作 就让台北洋堂 在这个美好的 传统诗歌的里面 允许敬拜赞美 能够跟着同步发声 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那我们的亚印师班做得很好 他们又保留了传统诗歌的美 对不对 又有一个敬拜赞美诗歌的自由 跟活泼 那这是很棒的 那以前我在台北洋 我也带领过敬拜 不过那时候就这么简单 请大家会照拿起 灵梁诗选 翻到第几首 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 中间第二节弟兄唱 第三节姊妹唱 第四节大家合唱 我都待过敬拜 我说还记得起来 所以你就知道 我真的是在灵梁堂待了很久 好 那就这样子而已 意思说传统诗 那这个就是可能会不会影响 神要行的心事 可能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就是我看到的现象 第二个 教会组织要经历圣灵的更新 那这个呢 我在看了台北洋组织架构 看了四十几年 变到后来我都认不出来了 意思说很会变 那很会变是什么 因为时代也不断在改变 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更新 来面对现在时代的挑战 譬如说我们现在 有这个创意艺术媒体处 这个在我们以前那个时代 根本就没有啊 也不会出现 可是进入网络时代 进入云端教会的时代 这个是势在必行 那这就是圣灵的更新 那这就是我们的 这一个组织架构 要能够承载神 他要行的心事 那我们必须允许圣灵 这样子工作 对不对 第四个 会影响我们 这个 这个经历神的心事 是过往的设限的里面 包含了恩典 你一定会想到恩典怎么会 恩典太棒了 对不对 恩典怎么会设限 神要行的心事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神对以色列人说什么 你们不要纪念 不要思想过去 出埃及过红海的恩典 不是要以色列人 忘记神的恩典 而是担心以色列人 活在过往的恩典中 却无法经历神要行的 现在的心事 那这是神 为什么要他们 不要纪念 不要思想的 主要原因 不是要我们忘记神的恩典 而是担心我们 因着过往的恩典 而拦阻着神 现在的恩典 所以你会发现 灵良七十堂庆的提醒是什么 灵良七十堂庆的提醒是什么 灵良七十堂庆就是说 过往的 神给我们的恩典 带出的根兴与复兴 可能会成为 现在神要带给我们 根兴与复兴的恩典的 最大拦阻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小心 特别是我 已经四十几年 我更要小心 过去这么多恩典 七十年之后 还能够有比这个 更大的恩典吗 有时候 经验多的人 就会这样想 但是 神说 不要怀疑 我会做更大的事情 好 那这是第一点 我们要进入 现在的心 神要行的心事 里面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先突破 过往的射线 无论是伤害 经验 传统 获得恩典 那第二呢 我们要看见什么 现在的心事 看见 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没有看见 你就觉得都是 旧事 可是如果你还看见 你会发现 哇 现在有很多心事 正在发生 所以看见 现在的心事 很重要 也就是说 你会发现 今天的经文说 看啊 神要我们看 看啊 神要以色列人 看啊 以色列人 看啊 你不要一直回头看 出埃及过红岸 你要往前看 看啊 我要行一件心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意思是说 神在挑战你 甚至说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要做新事吗 你们还活在过去吗 他的意思是这样 那新一本的翻译 把那个如今 就翻译成现在 而且翻译说 现在它要发生的 意思是说 它是一个宣告 这些新的事情 现在要发生的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求主圣灵工作在 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知道神 现在要行的心事 但是你一定要 有一个看见 没有看见就不知道 看见就知道 那在当时 我们读的圣经的背景里面 以色列人那个时代 他提到这个新的事情 是要跟第一次出埃及的往事 做一个对比 那第一次出埃及 是什么 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 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 那神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耶和华 在沧海中开道 在大水中开路 那么第二次出埃及 的心事是什么 就是神说 我要带领以色列人 从巴比伦 贝鲁之地出来 我的方法不一样 我要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以前是在沧海开道路 在大水开道路 现在是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你看 神永远是开路者 可是他面对不同的状况 他会有不同的方法来开路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的 所以你会发现 以色列人书在提醒我们什么 以色列人书在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从神的眼观看现在 才能够经历神 带领我们进入现在的心事 神的眼光 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说 看啊 看啊 每一个眼睛要看啊 我要行一件心事 你没有看见你就不知道神要行一件 你看见你就知道神会行心事 所以这个心事很有意思 是现在就要发生的 那有时候我在读这个圣经 我有时候就觉得卡住了 因为这个心事是讲到 以色列人书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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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асти的外ữa 不过这样的历灭神的由于是书在书 здесь 因为以色列的先知是活在主前 第八世纪的先知 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 是在主前第六世纪发生 换句话说 有一天以色列人从巴比伦 被主之地归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 先知以色列已经死了 他根本就看不到 因为中间差了160年到200年的时间 所以当以色列人说 看神要行一件新事 如今现在就要发生的时候 对先知以色列也有他的难处 因为肉眼所看见的就是以色列人被辱 根本就回不来 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谈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的眼光要看见一定是神的眼光 为什么神的眼光看见现在 因为神永远是现在事 对神来讲没有过去 现在未来的时间观念 神永远是现在事的神 I am who I am 不是I was I will 不是我是我是 这个是用现在事 I am who I am 你说对神来讲 当他说现在有一件新的事情发生 即使是在160年到200年才会发生 他说现在已经发生 对神来讲 他没有未来的时间观 他说现在就发生 所以你会发现圣经的旧约 常常用现在是描写神的预言 好像已经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现在就发生了 其实是未来才会发生 不过对神来讲 他现在已经发生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的观念 所以我们要向神求一个神的眼光 我们才会看到现在正在发生的心事 对以色列来讲 他们经历的心事就是 巴比伦 贝鲁贵贵贵 他们要看见神有两件心事 第一 旷野有路可走 第二是什么 沙漠有水可喝 这个是我们每天讲的太重要的心事 因为我们人或者教 或者国家社会都会遇到 好像那个路被卡住的 怎么早都找不到出路 但是这边讲说旷野有路可走 那这是神的眼光 也许我们现在看到 自己所面对的生活的旷野很多 看上去就是没有路可走 可是当我们从神的眼光看 现在所面对的旷野的时候 你可以宣告说 有 因为神说 祂要在旷野开道路 如今现在就发生了 这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 那沙漠有水可喝 你不能只有路可走 你走在路上有路可走 固然是一件好事 可是没水可喝 走到后来都渴死了 所以有路有什么用 需要有水 才能够活 那如果这样子表示说 我们需要有信心的看见 就是从神的眼光 看见现在神要行的心事 这叫做信心的眼光 那信心的眼光是什么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你现在看见什么 它会决定你将来成为什么 这很重要 我再讲一次 你现在看见什么 会决定你将来成为什么 那这是圣经的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信心的看见 就好像罗德跟亚伯兰 他们因为牛群羊群越来越多 他们双方的牧羊人 就会互相彼此相争 然后亚伯兰就跟罗德说 我们不要相争 你选一块地 让你的牛群羊群可以去那边 你向左我就向右 你向右我就向左 我就让你 罗德就选了约旦河 那个非常肥沃的平原 就把牛群羊群都带去 太棒了 亚伯兰他虽然是长辈 只好选其他的地 就是那些不是很肥美的地 结果神居然鼓励亚伯兰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要怎样 举目 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到的一切的地 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哇 真是跌破眼镜 对不对 呀 博兰所看下去都是荒凉之地 因为所有的美好地 都给罗德占去 我现在看 南地都是荒凉之地 哪有什么好的地方 但是神说 只要我祝福你 你的地就是美好的地 这就是看到 神给亚伯兰一个信心的看见 你要举目 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 我就赐给你 那个地就是你的 不但是你的 而且是你的后裔 而且你们会拥有这个地 直到永远 哇 CP值很高 对不对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 这就是信心的看见 所以我才说 信心的看见 你现在所看见的 会决定 你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所以亚伯兰看见 所以将来他就成为信心之父 对不对 他就成为 不是万民的那些 很多君王都是从他而出 他就成为 多国之父 对不对 好 所以你会发现 这就是我跟大家来讲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再来呢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时代 我们同样面对旷野跟沙漠 所以我把下面的三个旷野 带出来 希望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能够看到这个三个旷野 会有三件新事要发生 这是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个旷野是什么 第一个旷野就是人生的旷野 什么叫人生的旷野 就是在你我的人生中间 我们可能遇到很多 会让我们仿佛活在旷野的生活 譬如说我们被债务追杀 我们被疾病缠身 甚至有死亡的威胁 或者我们的婚姻亮红灯 面对离婚 甚至有家暴的这样的一个悲剧 或者我们的亲子的关系已经失裂 或者我们的工作遇到很大的难处 或者被fire找不到工作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好像把我们放在旷野里面 看不到前面的路 找不到水可以喝 但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在人生的旷野里面 会有新的供应通路会发生 你相信吗 在你的债务的里面 在你的婚姻家庭的那一个难处的里面 在你的工作 在你的职场 在很多的情况下 资源缺乏情况下 不要怀疑神能够在你我的身上 人生的旷野 总是会有新的恩典供应我们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对自己说的 所以今天的经文说什么 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 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 因为我使旷野有水 使沙漠有河 好赐给我的百姓 我的选民喝 会发现 不只是神的百姓 神的选民有喝 旁边都同批恩责 那些怎么样 旷野的走兽太棒了 有水可喝 那一个野狗 太棒我找到水源了 你会发现这些都很高兴了 你会发现这些动物 这些鸵鸟都高兴得不得了 那因为神为他们提供了新的供应通路 你相信神会在你的困境中 在你的旷野中有路可走吗 而且会供应你所缺乏的 因为祂是耶和华以乐的神 祂可以按着祂荣耀的丰盛 在基督耶稣里 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 都充充足足 因为祂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必不至缺乏 阿们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 圣经里面 保罗他一辈子 因为传福音 遇到很多的逼迫 好像活在人生的旷野一样 被鞭子打了五次 被棍子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在海中漂流了三次 很辛苦 都在旷野里面一样 不过他说了这样的话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 怎么样 受的试探 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 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我们 开出一条路来 开出一条路 宣告在我们的困境中 有路可走 因为神是信实的 祂绝对不会撇下我们 祂绝对会为我们开路 叫我们可以承受得住 无论你现在遇到的是什么疾病 或者家人怎么样生病重担 压尖头 或者债务追着你跑 不管是什么问题 我们一定要知道 保罗说的就是真的 因为他一生就是遇到这些 很多传福音所遇到的 逼迫的旷野 但他说神一定会开路 所以他说神一定会为我们开路 总要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 这是第一个神要行的新事 就是在人生的旷野中 为我们行出新的供应通路 第二个旷野是教会的旷野 那教会的旷野是什么 教会的旷野 就是年轻人的流失 我在影像圣灵新荡潮 跟你们提过 在2022年的教会的普查报告里面 谈到2017年到2022年 五年中间 台湾的众教会的年轻人 流失了53.3% 腰斩 也就是台湾的众教会的年轻人 一半都流失到世界去了 没有待在教会里面 这叫做教会的旷野 教会的旷野就是很真实 对不对 但是神说不用担心 我要行一件新事 新的青年世代要兴起 为什么我这么有把握 神这么有把握 因为神在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祂一定会眷顾我们的下一代 祂一定会眷顾我们的下一代 好 我觉得这经文很重要 我们一起来念 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 将河浇灌干旱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 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 他们要发生在草中 像溪水旁的柳树 这边说什么 神要将祂的灵浇灌谁 我们的后裔 我们的下一代 祂将祂的福浇灌在谁 我们的子孙 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我们要常常抓住这样的话语 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 祂这是你说的 你要将你的灵浇灌在我的孩子 我的孙子 这些所有的下一代 都要被你的灵浇灌 然后你的灵浇灌 他们就得到你的福气 你的福就会临到我们的子孙 我们子子孙孙 都要经历你的祝福 而且他们人数要变为 像草一样的多 而且他们有些人长得像西边的树一样 这么的高大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神 祂保证祂一定会赢回 被世界所夺去的年轻人 所以你会看到 这就是神 为什么在我们21天 为国禁食祷告的最后两天 在宣教大楼 我们看到那个晚上的年轻人 就有几报的那个会场 然后他们把白布拿出来 有1500个年轻人在签名说 他们愿意成为拿西尔的世代的人 好感动 1500个人 你要知道 这不是只有一次的新鲜 独特的事情 它不是一个什么 now is new的事情 它是一个new is now的趋势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3月21天进食祷告完 你会发现现在是进到7月 7月的前两个礼拜 在台湾的北中南 都有青年的特会 北部在中原大学 有复兴联盟所办的青年特会 中部在东海灵粮堂 灵粮网络所办的青纳特会 在南部长龙大学 台南火水教会所办的 兴起发光的青年特会 北中南同时在7月的前两周 一起要赢得逐渐消失的 年轻的世代 成为新的青年世代 我相信神正在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你会发现 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有 这样的一个看见 我们的下一代 神一定会得到他们 成为拿西尔世代 那拿西尔世代有三个特征 特征的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他们这些年轻人 这些神兴起的青年世代 他们会自愿放弃世俗的快乐 这个世俗的快乐 不一定是犯罪的事情 是他们喜欢做的事 譬如说他们会追韩剧 或者他们会追YouTube 或者他们会玩手游 这些都不是犯罪的事情 但是是他们的快乐 所以你会发现 他们愿意为了主 他们自愿放弃世俗的快乐 宁愿把这些时间拿来通宵祷告 进食祷告 看圣经 就很多很多现在圣灵 在年轻人中间的工作 就是这样 第二 我们看到拿西尔世代的第二个特征 就是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 第一点 为什么说自愿放弃 因为他们是清酒 浓酒都不喝 意思说喝酒不是一件坏事情 在犹太人来讲 喝酒是他们平常的快乐 只要不喝醉 所以自动放弃 清酒 浓酒都不喝 表示他自动放弃了世俗的快乐 他也没有喝酒 没有说犯罪 第二个是他们不能剪头发 他们留长发 留长发 所以你在犹太人的社会 你看到一个留长发的年轻人走过来 或者一个留长发的大人主会 这个一定有守这个拿西尔的愿 他们要为主分别为圣 在这段时间 他们是要分别为圣 被主使用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他是拿西尔 因为头发很长 这叫做公开的分别为圣的生活 所以如果你年轻人说 我是成为拿西尔人 然后他留长发 他有一天你去夜店 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不是拿西尔人 剪刀吗 来 卡 卡掉 没有 我不是 因为说你留长发 拿西尔代表是你公开的生活见证 你就不可能出现在夜店 除非你在那里传福音 对不对 我要讲的是 你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场合 这样了解我意思 所以拿西尔的第二个特征就是 要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 是公开的见证 第三个是有能力分辨属灵的污染源 这个世界太多的污染源 特别是网络时代 我们年轻人都是现立在这个网络的时代 这个网络的群体里面 哪一些 至少两个污染源 第一个 适适而非的价值观 他上网看很多东西 他就被影响了 就形成他适适而非的价值观 跟圣经的价值观 跟天国价值观都不一样了 这样子就麻烦对不对 我们就很难带我们的下一代 第二个是 情欲的污染源 网络上很多的色情的网站 很多他们同学在分享的那些东西 他要有能力分辨 他要有真理的根基 分辨是是而非的价值观 他要有圣洁的操练 分辨这些情欲的试探 是会污染他的生命 这些都很重要 所以这三个代表了什么 拿西尔世代的年轻人 他要被神兴起成为新的青年世代 他们必须自动放弃世俗的快乐 他们必须活出分别为生的生活 他们必须有能力分辨属灵的污染源 我们为我们下一代祷告的时候 从这三个角度为他们祷告 我们的孩子需要这样子的 一个生命的呈现 所以你会发现刚才那一章 我们看到刚才那一章 帮我放出来 刚才那一章说 拿西尔的世代 他会神兴起 不只是为了活出分别为圣 而且要被神使用 他们有一天会成为宣教的大军 换句话说 神兴起拿西尔世代的目的 是要成就神普世宣教的目的 所以这些人一定会成为宣教大军 就好像我们六月 我们在这里的全教会祷告会 站在台上的大多数年轻人 他们后面讲到他们去日本宣教 他们去太北宣教 他们去印尼宣教 他们去匈牙利宣教 他们去肯亚宣教 当时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 这就是大多数年轻人 他们已经陆陆续出团 短宣队 这代表什么 神正在兴起拿西尔世代 成为宣教大军 所以以前的父亲 是上一代影响下一代 从上一代延烧到下一代 以前的父亲 但是神现在要行一件新事 现在的父亲是要从 下一代延烧到上一代 哈利路亚 求神来做成这个工作 所以教会就要为 末后的日子 耶稣要再来 要预备下一代 要授权给下一代 要为下一代 成为他们的后盾 做他们的后盾 好让主的灵交换下来之后 下一代已经预备成为 当代的耶稣亚 加勒 以尸铁 大卫 但以利 约瑟 这些人要从我们的下一代 兴起 我相信这就是新的青年世代 临到我们 再来 神的 让我们看见的第三种的旷野 叫做世界的旷野 这世界的旷野是什么特色呢 很清楚 对不对 就是保罗说的 那些不信主的人 被世界的神 弄瞎的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真光 照耀他们 他们被世界的神 被撒旦弄瞎心眼 看不见耶稣的福音的真光 所以我们看到 这叫做世界的旷野 活在黑暗中 活在撒旦的掌控之中 但是感谢主 神说 我总是能够做成我的工作 所以他说 他要兴起新的属灵丰收 为什么我说 他要兴起新的属灵丰收呢 因为你要知道 一两年前 我们看到常常出现的 在网路上出现的 就是这个 因为他们很多人的祷告领受 都同感一灵 叫做现在正式进入 末日418 大复兴和大收割的季节 这是在一两年前 在疫情期间 很多人的祷告领受的 就是说疫情 虽然造成人类的 很大的一个破坏 或者是悲剧 但是圣灵也在疫情中 开始预备他的教会 圣灵的 418恩高 就是路加福音第4章18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 他用高高 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这件事情 会带来大复兴 跟大收割 所以你会发现 耶稣也是提醒他的门徒说 你们岂不说 收割的时候 还有四个月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举目向天观看 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不要再拖延了 那这就是圣灵 会在接下来的时间表里面 会看见台北领养堂 7月到12月 会有一个极大的属灵丰收 会超过上半年的受洗的人数 而且会打破过去的记录 你要知道我们台北领养堂 现在的受洗人数是越来越少 没有越来越多 在疫情之前很多 疫情 三年的疫情就越来越少 恢复聚会 实体聚会也没有恢复 所以意思说 圣灵需要带领台北领 进入一个新的事情 就是看见新的属灵丰收出现 你相信下半年 圣灵会大大的恩高我们 让我们看见下半年 受洗的人数也超过上半年 而且打破过去的记录 我真的这样相信 因为这是神要行的心事 所以 像比尔斯说什么 面对属灵的丰收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Your shoes are your swords 你的鞋子就是你的刀剑 这个有时候我想了半天 想不太出来 他为什么这样讲 你的鞋子就是你的刀剑 那我手上没有刀剑 有鞋子 这鞋子是刀剑吗 看起来都不像 对不对 被敌人追赶的时候 它是我落跑的工具 对不对 它不是我的刀剑 对不对 但是我后来想 有道理 为什么 因为我想 Chuck Pierce所说 应该是讲旧约 神对以色列的应许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说照着我给你们的应许 摩西的话 赐给你们了 赐给你们了 换句话说 你的脚掌所踏之地 神说我照着应许 赐给你们了 你只要踏进去 这个地就是你的 你不踏进去 这个地就是别人的 就是这么简单 你的 shoes are your souls 你的鞋子就是你的兵器了 我觉得有道理 我后来梦想 然后我就想到耶利哥 请问耶利哥成 他们有没有绕 有 请问他们有兵器 有 就前面几个拿兵器 后面的百姓都没兵器 所以兵器很少 他们就绕 绕一圈 绕两圈 绕十三圈 他们的鞋子有穿在脚上 绕了十三圈 然后大声呼喊 耶利哥成墙就什么 就倒塌了 就倒塌了 哇 真的就倒塌了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样绕绕绕 都是用我的鞋子 在绕成 对 那坚固高大的 耶利哥成 居然有一些都倒塌了 所以我的鞋子 就是我的兵器 因为我顺服神的带领 神 祂应许 耶利哥一定会 倒在我的面前 我就顺服祂 采取行动 然后最后 祂真的倒塌 这就是我说的 这是神的策略 Your shoes are your souls 你的鞋子 就是你的兵器 所以千万不要跟我说 你没有兵器 你还是可以得胜 再举一个例子 请问 基电跟米电人 打仗的时候 他带了三百勇士 他们有没有兵器 他们的兵器 瓶子 还有火把 还有什么 吹号角 手上有没有刀 没有啊 可他们顺服神 他们三百个基电勇士就去了 想说对方人这么多 可能打不赢 但是当他们喊什么 耶和华和基电的刀 哇 兵器就来了 耶和华和基电的刀 手上根本没有刀 哪有什么刀 乱喊一通 不过他们打赢了 听到我意思吗 手上没有刀 他喊出耶和华和基电的刀 Your shoes are your souls 你的鞋子就是你的兵器 意思是 你不要把我跑掉 下半年你的脚好好去得地为业 你的朋友 你的同事 你的家人 你千万不要落跑 你不去 那个地脚就不是你的 你去就是你的 你试试看 我相信 下半年 我们的福音收割 一定会大丰收 对不对 讲那么小声 不敢讲 阿们 对啊 然后我就有一天 我祷告的时候 我就看见 有个坐轮椅的 他要爬坡 要上去 爬一步退两步 没办法 但是后来我祷告说 那个能力就进来 然后他就整个就冲上去 而且飞起来 等于说飞天轮椅 我说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下半年 如果你真的把你的脚踏出去 神的应许之地就赐给你 而且会有神迹奇事 印证你我所传的道 阿们 阿们 所以呢 我已经讲完了 对不对 现在请大家帮我回应一下 进入现在的新世 第一个新世是什么 新的供应通路 第二个是什么 新的青年世代 第三个新世是什么 新的属灵丰收 你相信吗 我真的相信 但是发生这些新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今天的经文的最后一节 所有这个新世发生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我的百姓 看见神所做的新世 就怎么样述说神的美德 宣扬神的赞美 也就是当这三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在这家充满赞美的声音 将荣耀归给行新世的神 阿们 我们低头祷告 哈利路亚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来祷告 我们求神恩待我们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真的能够进入现在的新世 第一个把手放在你的头上 特别为自己的心思念祷告 要突破过往的射线 无论是你过往的伤害 过往的经验 过往的传统 过往的恩典 都不要拦阻你我 进入神要行的心事 我会开口为自己祷告 哈利路亚 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主啊求你来工作 主啊是的大大的工作 主啊我们相信主你现在 主啊要来更新我们的心思念 突破我们的里面的障碍 主啊让我们中间 没有一个人是被过往所设限的 主啊我们向你求断开 所有一些过往的设限 无论是伤害 无论是经验 无论是传统 无论是恩典 全然的不能够影响我们 拦住我们 制约我们 约束我们 限制我们 让我们看不见神要行的心事 主我奉用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能够突破过往的设限 能够看见你所行的心事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再来祷告 把手放在眼睛的上面 求神把神的眼光赐给你 然后把信心的看见赐给你 因为你看你现在看见什么 你将来就成为什么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主啊 师哥 主我们赞美你 主我们相信圣灵 你现在要来 擦干我们 擦亮我们的眼睛 主啊 让我们的眼睛被你点亮 主啊 让我们看见你所看见的 主啊 好像看见 主啊 未来的事已经发生在我们的现在 现在已经发生 主我们赞美你 把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看见 把这样的一个 主啊 你的眼光赐给我们 让我们真的可以看见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已经发生了 主啊 我们赞美你 主啊 把这样的一个信心 主啊 借着圣灵的工作 主啊 让我们真实的看见 主啊 以至于我们照你所说的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 就是我们将来所要成为的 主啊 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我们再来祷告 我们求主 在我们的人生的旷野里面 真的能够看见 新的供应的通路 所以现在如果你有什么 旷野的需求 你跟神祷告 无论是婚姻 无论是亲子 无论是身体健康 生病 或者债务 或者是工作 你都可以跟神 一起开口来祷告 让神为我们 供应这个新的通路 在没有路可走的时候 祂来供应我们 为我们开路 旷野有路可走 沙漠有水可喝 祝福每一位 让每一位在你面前 都能够看到 旷野有路的神迹 主啊 让我们看见 沙漠有水可喝的神迹 主啊 在我们的债务 在我们的婚姻 在我们的亲子关系 在我们的婆媳关系 在我们的工作的缺乏 主啊 在我们的资源的短缺 主啊 在我们所有的事情上面 主啊 我们向你说 主啊 让我们有信的 供应的通路 照着你荣耀的丰盛 照着你在基督耶稣所应取 让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都没有缺乏 而且充充足足 我们再来祷告 我们站起来 我们再来祷告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让我们为下一代祷告 让我们下一代 能够被神的灵浇灌 被神的福充满 我们一起开口 为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一起开口祷告 哈利路亚 主啊 是的 主啊 神要兴起新的青年世代 没有圣灵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求主大胆地 充满我们的下一代 主啊 是的 现在听我们的呼求 你的灵浇灌 主啊 照着你所说 你要将你的灵浇灌 我们的后裔 你要将他的福 浇灌我们的子孙 主啊 他们要多如 主啊 草 主啊 他们要像西藩的柳树 主啊 我奉献宣告 主啊 他们在世界漂流的时候 主啊 你要得到他们 你要将你的水 充满浇灌他们 让他们口渴的 可以得到饱足 主啊 让他们干旱 可以得到滋味 主啊 我奉献宣告 主啊 我们的孩子们 在你面前 是要被你心里成为 青年的世代 成为宣教的大区 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最后我们为我们的脚祷告 让我们的脚成为 顺服神的脚 好像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 好像积淀三百勇士跟米店 他们的脚就是他们的刀剑 顺服 所以为自己的脚祷告 为你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同事 还有同学 亲人 家人 祷告 我们一起开国来祷告 让我们下半年 可以看到你的大风收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主啊 求你帮来的工作 主啊 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赞美耶稣 主啊 求你大大地工作 哦 主啊 试着 主啊 今天 主啊 求你让我们的脚 就能够踏在你要我们去的地方 接触到我们要接触的人群 但我们的鞋子就你的刀剑 也要换合你自己的刀 主啊 从你的全然失败 主啊 属于这些大风收要发生 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亲人 一个人要回向你 哈利路亚 神迹奇事要发生 哈利路亚 祝我们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谢谢我们的主 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我们把时间交给年锦牧师 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 参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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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